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要去溯源的是什么呢 不像是食材 那这俩另类的核仙究竟是什么呢 跟着我们的组员小分队去一探究竟 寻闲第一站 我们来到了广东珠海 珠海市位于广东省南部 珠江出海口西岸 濒临南海 长达600公里的海岸线 造就了丰富的物产 那当地的水产市场 有我们要找的长相不一般的鱼吗 这里真的是什么都有啊 对呀 很多海鲜 您看看有这种鱼吗 这个鱼呀 这个鱼比较少 但是这种鱼 那个也是差不多 这个是东兴斑 对对对 这个它们俩还是不一样的吧 不一样不一样 这个鱼要怎么才能找到 这个话一般很少 要订货才有 那现在我们就想见到怎么办 给个地址给你去那边看一下了 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的 根据卖家提供的地址 我们来到了一个饭店 刚一进门 一个大大的鱼缸 瞬间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里面有两种鱼 其中一种就是我们要找的鱼 但是这究竟是什么鱼呢 您是在选鱼是吗 是啊 我们再找漂亮一点 这条是什么鱼啊 我不记得了 但是我觉得好像叫金鲤鱼 还是什么鱼 你知道这个条鱼是什么鱼吗 金鱼 您认识这种鱼的红色的 什么鱼啊 这个红色的鱼您认识吗 金鱼啊 这个鱼 有点像观想鱼 就没有一个人 能准确地说出它的名字 这条鱼还真称得上奇特 看来我们还是得找到 明白人才行 师傅 这是什么鱼啊 您正在做的这个是 太容易啊 师傅说 这种鱼叫做彩虹鱛鱼 当地人也称它为彩虹斑 清蒸是对一条鱼味道的最大考验 那这条鱼的味道怎么样呢 吃起来那口感跟普通的鱼 吃起来的口感确实不一样 比较嫩滑吃起来 彩虹鱛鱼通体只有一根主刺 没有鸡尖小刺 肉质细嫩洁白 这样的彩虹鱛鱼到底是如何而来的呢 为何我们很少能够见到它呢 师傅给了我们一个地址 我们继续溯源 长相美丽 却很危险 水温变低 立马睡眠 一到鱼堂 我们就看到鱼工正在收网 这网里的鱼 是我们要找的鱼吗 已经有鱼开始往上跳了 是啊 水面上跳起来的鱼 看起来只是普通的鱼 并没有看到彩虹鱛鱼的身影 这里真的会有彩虹鱛鱼吗 我看您现在已经很吃力了 是啊 那鱼全部都到后面那里去了 它游动它往外有游 就往外吧 我们往外拉肯定吃力一点 接下来收网阶段就全靠人力了 是吧 如果用这个拉的话 把那个网钓起来 那鱼都跑掉了 哦 明白了 到了收网阶段 必须用人力拉紧没网 否则鱼群会从底部逃走 但是眼下 鱼儿并没有打算放弃 而是奋力挣脱 人和鱼的较量正在上演 这还不是最沉的时候吧 还不是 这又加人了是吧 不加人来不了 我也来 这个圈范围越来越小了是吧 越来越小那个鱼就跑不掉了嘛 按照预定的地点 把鱼群赶往收网口 忙活了一上午 看到的鱼却没几条 那个鱼的镜啊 那个网钓里面啊 网钓啊 网钓里面的确能够看到 有鱼在翻涌 但是会有我们想要找的 彩虹鱼鱼吗 接下来的环节至关重要 网钓将要与收鱼圈相连 网钓中的鱼会被赶往收鱼圈中 此刻我们的眼前出现了不一样的景象 大量的彩虹鱼鱼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哇 这里有这么多的彩虹鱼鱼啊 这里差不多有三万尾啊 鱼群正在进入收鱼圈 即将迎来大丰收 这个是鲤鱼 这个是鲤鱼 看这个颜色好漂亮啊 金闪闪的正在这个阳光照着 对 这个是鲤鱼是吧 是的 这个是白脸吗 那个是白脸 白脸 白脸 这个就是鱿鱼是吧 对 就是鱿鱼 我们注意到 鱼塘里不仅有彩虹鱼鱼 还有各种各样的鱼 这是为什么呢 每一条鱼都有它的作用的 那它们都分别做什么工作呀 土鱼鱼它是在这个土塘的下层 它主要吃这个彩虹鱼 吃剩的飼料 然后那个鱿鱼呢 它是在中层 中层的话吃彩虹鲤鱼 盘蟹物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要好水才会出好鱼嘛 没想到 彩虹鱼鱼对环境的要求这么高 还需要其他鱼种配合饲养 那彩虹鱼鱼有啥特点呢 你看这条鱼漂不漂亮亮 很好看真的很好看这个鱼 现在它的眼睛 你看有黑色有红色有蓝黑色是吧 哇加世山山这个红色黄色真的像彩虹鱼一样 对对所以它叫彩虹鱼鱼 这条鱼的颜色让我们觉得很新奇 但是细看之下 它的外形让我们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细问之下 负责人告诉我们 这就是一种特别的螺飞鱼 虽然外形跟普通螺飞鱼很像 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体腔没有黑膜 所以它天然无腥味 自带鲜甜 同时在收鱼的时候 我们也发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 大家都骑刷刷的戴上了手套 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现在要戴手套 因为这条鱼很生猛的 它身上有暗气 这个鱼鰭很锋利的 哇 这个都是骨刺是吗 对 它会扎伤手 然后扎伤手的话 它会有一些微毒素 会让我们养几天 所以我们戴着手套 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今天我们抓这么多鱼的话 鱼跟鱼之间会有应急缓硬 它会彼此就会会扎伤 会影响它的鲜活度 那要怎么办呢 我们有妙招 妙招 在哪儿 走 在那里 带你看一下 这就是妙招 所有的鱼都要被放在这个里是吗 是的 您看一下 这是冰 这个冰块就是我们的妙招 彩虹鱼遇到冰 会发生什么呢 我把冰放进去 您观察一下 看它等下是一个什么状态 你看 我碰乱跳的是吧 我们先把冰放进去了 我把鱼放进去观察一下它 我的鱼太跳了 我的鱼 对 我们观察一下它 这个鱼现在只有嘴巴在微微地张着呀 对呀 接下来 负责人带着我们来到了车上 奄奄一息的彩虹鱼鱼 被放进一个大的箱子里 接下来的一幕让我们瞬间惊呆了 放到这里之后 我发现它很快就鲜活起来了 因为它是热带鱼 遇到冰的话它就会晕过去 这里面打了氧 另外一个就是常温水 能够让它马上就活跃起来 原来彩虹鱼鱼生活在热带亚热带 对于水温有着极高的要求 根本受不了低温 利用这个特性 可以让彩虹鱼鱼暂时镇定下来 最大限度地保持彩虹鱼鱼鲜活程度 知道了彩虹鱼鱼是如何生长的了 那彩虹鱼鱼怎么做好吃呢 什么样的宝贝能以朝去星提鲜 带你探索彩虹鱼鱼新吃法 林师傅 小天你好 林师傅你好 你好 你看我今天带了什么食材 彩虹鱼鱼 好食材不错不错 我算好 那彩虹鱼鱼怎么吃好吃 那个鱼盏钓鱼捡 还有一种油泡 咱今天吃哪个呀 另外有个很好的盘调方法 我们可以试试 别的方法 对对对 那咱现在开始做去吧 那我们首先把鱼放下 自己成个宝 林师傅说 有了这个宝贝就能够去星解密 这让我们很期待 这就是咱今天要找的宝贝 对 橘子 尝一个 哇 好香好香啊 这个橘子 怎么这么酸 这个宝贝还是在那皮 不是在肉啊 看似普通的橘子地 实际上产出的是陈皮 在广东 陈皮入菜是一种传统习惯 一招去星解密 那么 陈皮和鱼鱼又会碰撞出 怎样的火花呢 橘子之水去星提鲜 蛋黄液鲜行 鱼的身上均匀地揉搓好淀粉 接下来将彩虹钓鱼放入油锅内定型 放入地道的广东陈皮 陈皮烧钓鱼出锅了 咸香的味道配合酥脆的口感 陈皮的浓烈 冲撞着彩虹钓鱼的鲜甜 鱼肉的鲜香被充分地激发出来 肉香中带着一丝果香 陈皮烧钓鱼 不一般地舌尖享受 在广东珠海 我们见识到了美丽且危险的彩虹钓鱼 接下来我们继续溯源 前往安徽池州 寻找那个闻起来臭 吃起来香的另类核鲜 知道池州有什么好吃的吗 池州 池州有什么好吃的 鲑鱼推荐 臭鲑鱼 什么香鲑鱼都挺好吃的 鲑鱼 臭鲑鱼 臭鲑鱼是我们这个灰菜的名菜 而且这个鱼就产在我们池州 你能形容一下臭鲑鱼是什么味道吗 臭鲑鱼吧 反正就是很香 很香 不觉得很臭啊 不觉得很香 刚开始吃第一口的时候 感觉有点接受不了 但是这个东西就像臭豆腐一样 你感觉越吃越香越吃越想吃这种 就是臭味的香气 臭味的香气是吧 是的 就是很保存的那种味道吧 臭鲑鱼 让大家在用词上陷入矛盾 没吃过的人 听了恐怕会很难理解这种奇特的味道 这豆鲑鱼 它在香与臭之间构成的奇妙平衡 名中带臭 但相比起臭豆腐的味道 臭鲑鱼显然更容易被大众接受 烧好的臭鲑鱼 臭味转化为更浓重的咸鲜 鱼肉更是紧致又韧性 一夹就是一大块 不像别的鱼 一碰就很容易碎掉 这究竟是为啥呢 臭鲑鱼腌制门道多 现代化发酵更安心 池州市位于安徽省西南部 长江下游南岸 境内河流纵横交错 大小湖泊星罗密布 素以盛产鲑鱼而闻名 被称为中国鲑鱼之乡 而核心产区贵池 相传因水好鱼美而得名 如今全区鲑鱼年产量 2000吨左右 鲑鱼年综合产值达2亿元 那好端端的鲑鱼 是怎么变臭的呢 我们直接前往臭鲑鱼的加工厂 发鱼了 鲜活鲑鱼运到加工厂 快速开始宰杀 去鱼的工作 为接下来的重头戏 做好准备 现在就是我们开始的是 腌制的工序 这一盆是花椒和盐吗 是用盐炒制的 腌炒过鱼要用花椒是吗 花椒它是出腥味的 那用盐就直接来抹鱼吗 这个喷在盐上面 均匀地搅拌以后才行 这是水吗 这不是的 我喷出来你就知道 是什么味道了 好浓的酒味啊 是酒啊 对 就是高度白酒 醉了呀 而且我们是酱香型的白酒 在腌鱼料中 加入高度白酒 既可以去腥杀菌 同时也可以给鱼 带来酒香的风味 然后就拿鱼 对 拿鱼 注意一点 这个刺比较 这个刺真的好锋利了 刺的地方你就不要动它嘛 然后抹的时候啊 就是每一个地方啊 都要给它抹到 每一条这个打花杂的地方 都要给它抹到 包括腮里面 肚子里面 每个地方 对 就这样抹 对 包括这个地方 你要顺着它 你要这样做 对 哦哦哦 这样做 对 你反的不就出手了吗 所以咱们腌 臭鲑鱼都要人工去进行 抹盐这个腌制是吗 对 我们这里是这样的工序 用机器抹啊 就容易把这个鱼啊 鱼肉给它打烂 而且抹它不均匀 你比如说这地方 打花杂的地方 包括肚子里面 包括膳里面 它就很难进盐 不能进盐的情况下 不能均匀的有盐的情况下 它就容易去变质 为了保证每条臭鲑鱼 臭而不坏 在抹匀盐的同时 还要保证新鲜 曹大哥和工人们 都练出了一双独鱼手 您最快速度 抹一条鱼要多久 这个没见证 但是很快的 来 那我给您计个十行吗 可以啊 计十二 三 二 一 开始 可以了 好了 好了 十七秒钟就 基本上都是这样 腌完了一条鱼啊 十七秒 而且这个鱼还是 回身都有刺的这个鲑鱼 既要保证抹匀鱼身 又要小心被扎到 加工厂里 每人每天 至少要腌上千条鱼 可是反正腌制的鱼 都是宰杀过的了 为啥还要这么着急呢 曹大哥拿出两条鱼 为我们进行对比试验 一条鱼是新鲜现宰杀的鱼 另一条是死了几个小时的鱼 两条鱼同时腌制 进行比较 可当我们准备探寻 制作臭贵鱼的下一个步骤时 曹大哥却说 要二十分钟以后 才能再开始 接着这个鱼呢 现在就放在这里 让它自然的就是腌制一会儿 大约在二十分钟左右啊 我们再去选一个我们的发宝 腌制的发宝 这个佐料呢不在这个地方 我要带你一道去寻找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 可以啊 那走走走 嗯 拿这个篮子 对 好 好 可以走 发宝在这一趟 对 你的两边都一样的呀 都是一样植物是吧 这里有一颗 这里有一颗 你看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要找的下午的就是 腌制车鲑鱼的发宝 您找的就是它呀 对 这么容易就在路边 在我们当地这种植物比较多 比较常见 这叫什么呀 这叫黄金条 但是我们只有上面的黄金叶子 就是直接把叶子放在那个鱼里面 对 放进 放在鱼下面或者上面 中间也放一点就可以 它增加湿豆 发酵会更加彻底 而且它发酵以后啊 有一种 特有的一种浓郁的香味 就是它这个植物带来 对对 所以讲它这个 对我们来讲 我们的鲑鱼腌制啊 它是顺着的 用顺天然的植物 各种植物 各种配方 反而来讲就更加健康 这种腌制的那个泡椒 撒在上面 然后上面再放一层黄金叶子 再放一层黄金叶子 再放一层黄金叶子 再盖上盖子 再盖上盖子 好 哎哟 我沉了 这沿了半桶的鱼就这么重 对 一满桶的还得多少斤啊 一满桶我们一般的标准就是100斤 那咱们腌完的鱼 是要放在这个发酵车间啊 对 就是刚才我们完成了这个 腌制环节以后啊 就将腌制好的鱼啊 放在木桶里 木桶里运至这个发酵车间呢 进行发酵 臭过鱼呢 很多人的观念呢 不一样 以为是腌制鱼 实际臭过鱼是发酵鱼 发酵鱼呢 吃下去以后啊 对肠胃啊 反而有助于肠胃的吸收和消化 其实就跟臭豆腐 对对对 臭豆腐啊 豆腐乳啊 哇 你看里面 那里面有好毒痛啊 对 里面就是不同的时间段呢 腌制的鱼 而且这都带着白布啊 这些臭 它这个带着白布呢 防止水分的挥发 同时呢 因为发酵的时间段不一样 它这个防止全味 反正我进来以后 就感觉闻不到什么臭的味道 这就是这个白色的水流布啊 盖着这个作用 发挥的作用 它发挥的作用 对对对 哇 我觉得这里面 好热啊 因为刚才在外面就是 可能今天有十度吧 比外面会高几度是不是 是的 因为我们发现了 二十一豆左右啊 十和这个鲑鱼的发酵 最佳温度 二十一十度 十十度 对对对 这是一个恒温的 恒温的发酵时间 通过现在这种发酵工艺呢 更符合适用的标准 就是经过检测的 各种指标 更符合食品安全生产的要求 曾经要看天气 凭经验才能做好的臭鲑鱼 如今在恒温恒湿的 发酵车间里 进行标准化的转变 而发生改变的 不仅仅是味道 鱼肉的形态 也会根据鱼的新鲜程度 而显出不同 我们将新鲜宰杀腌制的鲑鱼 和宰杀约二十个小时的鲑鱼 同时进行发酵 结果会是怎样的呢 那我们就把活鱼和死鱼腌的 臭鲑鱼都做好了 是相同的做法 我面前的这个是死鱼做的臭鲑鱼 乔大哥前面的这一盘 是活鱼腌的臭鲑鱼 我来剥一下 你看看 哇 这个好紧实 紧实 哇 这个蒜瓣肉是 对 就出来了 你看 还是这样的一个 对 一半一半的肉啊 弹性十足 再看看这个死鱼腌的 嗯 就是一加 对 肉的相对比较烂一点 肉其实就已经散掉了 它不像那个就是成半型 而且整体性好 用鲜活鲑鱼进行腌制发酵 才能保证臭鲑鱼闻着臭 吃着香的独特口味 并在味道发生改变的同时 鱼肉的紧实程度不变 在池州 几乎家家餐馆都有臭鲑鱼这道菜 但每位大厨的烹饪方法 却各有不同 一条地道的灰式臭鲑鱼 除了有鲑鱼这道主食材 通常还会加上五花肉 笋干 香菇等物料 让整道菜的味觉层次更多 微臭变为奇香 而在盛产鲑鱼的池州 大厨还将它与当地的 另一大特产 进行了完美结合 你看这么一个大家伙 胡大厨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们四周九华山黄金 黄金啊 对 这个黄金是我们九华山的特产 既是药材又是食品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黄金鲑鱼 鲑鱼去骨切鱼片 用蛋清上浆锁住水分 鱼头鱼尾鱼骨用油煸香 加入高汤和黄金炖煮 之后下入鱼片 装盘 下辣椒 颇热油 黄金与鲑鱼的相遇 揭发出无限的鲜鱼甜 令人满口灰香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水之盘中餐 追根溯源探产地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